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 各位大家好 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Sharon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一位嘉賓 她就是校本多元計劃的統籌潘啟場校長 她致力開發電子個別學習計劃 相信這個計劃大家都不陌生 但怎樣去透過電子化來進行呢 透過分析數據 讓學生的支援更加到位 我們現在一起去請教一下她 今天坐在我們身邊 就是香港洪曼智會 大埔曼智中學的歡啟場校長 很感謝你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我們經常說推行融合教育 都離不開全校參與 因為全校參與就是當中的一大演習 那學校長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中推行融合教育的時候 幾個具體而有效的策略呢 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學校的管理層 其實要將一些有不同需要的小孩的資料 很清晰地整合 以及收集 以至到分享給不同同事 或者可能支援學生的人士 那當中 隨著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 其實政府都給了很多資源學校 還有不同的角色 譬如我們講的SANCO 特殊教統籌主任 SCNST 或者我們的語言治療師 教教心理學家 其實這一班的專業人士 其實都是共同協助幫學生的 但當中遇到最大的 可能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到底學生的個別需要 我們是否能夠清楚去記錄 我們是否有一個有效的 學生數據管理平台 以至到這些不同專業的人士 和老師都可以有效交流 我相信跨界別的協助很重要 還有如果有系統去分析和繼續數據 對於支援學生來說 一定是相對抑張的 我知道每位學生 由中一至畢業 其實在不同的階段裡 都有不同的需要或者變化 特別是他們每升到一級的時候 可能那個教學班底都會不同 又需要時間去摸索 更何況一些有特殊教需要的學生 在當中上面 校長可否分享一下 是面對了甚麼挑戰 我相信最大的挑戰 就是裡面的數據有很多 以及都是來自不同的人 剛才我們所說的 每一級教學生牽涉的老師 其實都很多 另外再轉了班的時候 又有另一批老師去教同學 而當中尤其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我們會留意到 他的一些資料來源 很多時候不只是來自老師 也都可能是來自接受一些服務 服務提供者的一些記錄 又或者可能我們言語治療師 又或者可能是教心理學家的一些報告 或者跟進 所以我們怎樣能夠讓這些資訊有效溝通 在現況裡面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他有特殊學習需要 我們為他開一些 我們叫做REP個別學習計劃的時候 可能老師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掌握那些資訊 去溝通 去跟進 那麼我想其中一個我們很重要的點 就是怎樣可以改善這個 學生一些資訊數據的分享 那麼這裡都容讓我去介紹一個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那個計劃裡面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有一個學生數據的平台 將現有學校裡面有學生背景 學習成績 又或者他一些有額外需要的資料 我們都放在一個平台裡面 然後讓相關的老師 以及支援學生的專業人士 可以因應他們自己的身份去登入 然後提供資料 以至到獲取一些學生最新的資訊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希望可以發展到的事情 剛才班校長你提到一個 賽馬會的數據平台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當中怎樣運作和有什麼特質呢 好啊 我想這個平台最大的一個特質 就是它能夠緊貼著學校 很多學校都在用的一個WebSense 或者CloudSense的系統 將學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能夠無縫地進入這個系統 讓使用數據的人能夠很容易理解 究竟學生裡面的表現等等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有一個成功的學生數據平台 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特質 第一個這個平台裡面的數據是要全面 我們一定要看到學生的不同發展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容易理解 我們發覺到很多時候有些老師 對於這些數字是很害怕的 如果你將一堆數字擺出來 他們很難明白 於是可能我們要再進一步視像化 譬如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棒形圖 有些不同的可能類似蜘蛛圖 這樣是老師去使用的時候 圖像分析 那第三件事就是這些平台的數據 亦都能夠給予我們一些指示 就是說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做一些具體的活動 或者一些行動去幫助學生 那我想整體裡面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特質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些數據 我們千萬要是不斷去能夠在平台裡面更新 就緊隨著學生不同的發展 讓不同的知識人士都可以在這個平台裡面 就著個別學生的需要 是不斷去給予一些回歸 或者一些跟進 而我們作為平台使用者是其中一個 譬如我們前線的老師 都能夠緊貼著學生的需要 那我想在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裡面 這個數據平台 我們都是朝著一系列的重要特質 在那裡去發展的 那我們可以了解到原來整體那個系統 整合的資料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到老師去了解學生的需要 以至到可以追蹤學生整體的成長裡面 我們關注的要項 阿潘校長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個數據平台對於教育學的好處呢 我想有三個方面層面 如果對於整體學校支援學生的層面上 由於我們能夠把所有資料數碼化 我們於是便能夠看到那個大的圖像 即是說究竟學生在哪一個層面裡面 是他的藥項 哪一個需要我們給多些支援 尤其是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我們更加能夠容易掌握到他們的困難點在哪裡 以及哪一類型的教學策略 其實是最能幫到他們的 這個就是在學校裡面 資源、人手和老師培訓方面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具體的規劃 第二個方向就是說在老師的層面 尤其是一些需要做IEP個別學習計劃的學生 很多時候老師都覺得很苦惱 因為要做一個IEP 有些老師都說覺得要花很長的時間 由於他們要跟家長聯繫 要跟不同的老師聯繫 甚至乎可能要跟不同的專業人士 譬如言語治療師、教心理學家 又或者可能是相關有支援同學的其他專業人士 都要搜集很多資料 甚至乎要開會、定期檢討 很多方面他們都覺得是令到他們很困擾 但有了這個平台 其實這些全部的專業人士 其實都可以在平台裡面 將學生最新的資訊進展擺上去 並且能夠將這些數據 整合成一個一體化的數據 讓老師去設計 或者使用這些EIEP的時候 是方便了很多 而回到家長 我想家長最重要的是 可以能夠具體看到 整間學校透過這麼方方面面的支援 其實最終是怎樣幫到小朋友 以及他的進展、跟進 其實怎樣幫到他 我想這個EIEP 也能夠讓我們很容易 將相關的數據列印出來 或者透過網上的方式 和家長定期分享 也都減散了很多 無論是老師 學校行政的功夫 而家長也都感覺到 子女是不斷受到 不同方面的支援和跟進 這樣看似乎個別學習計劃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但透過電子化的一個處理 相信更加可以拿捏到 學生的一個進展 以至到提供更加到位的支援 今天我們也聽了很多 潘校長的分享 最後你可不可以送回一些 證言給學校的管理層呢? 我想一個我經常都會和老師同時分享的一番說話 或者我在這裡也分享 就是照顧個別差異發掘孩子潛能 我相信其實教育除了照顧同學之外 亦都是發掘他們的潛能 而我們看的其實不是一班學生 而很多時候我們教育最終 就是發掘個別小孩的長處 而當我們發覺到有一個同學 他很多的事情都跟別人不同的時候 我們覺得他有很多的差異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背後是他的潛能所在呢?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會用這個角度去看 如何去照顧個別差異 讓每個小孩都能夠潛能進展 今天我們聽過潘校長的分享 相信大家都獲益良多 他們透過大數據和電子化的工具 更加掌握學生的資料 和提供更到位的支援服務 希望這些點點滴滴 都為你們日後的教育學 成為一些啟示 發布大學 會承蒙 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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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火